今晚随便喝啊你们五个买单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爸是王老师 今天早上找王刚 你们得罪我美好事 你不是我的儿子 我已经帮你找到了你的亲生父母 从今天起 你跟他们去吧 儿子今晚你就睡在这 这什么坡地方 我要回家 儿子这就是你家呀 这是我家 你看这床 这么阴我怎么睡啊 我这是站着也不会睡 儿子快来吃饭 来了 快吃吧 这是人吃的吗 这都糊了 这是啥呀 牛粪 牛粪 别被这个名字吓到了 就好像老婆饼里面没老婆 这个牛粪饼里面呀 没有饼 吃着呢 多吃点 那不就是牛粪吗 啊 这一秒都不想带 你马上去 哎 你咋把鸡杀了 要我回来后就没好好吃过一顿饭 不好了不好了顺长 出大事了 这个价一定要改 哎呀刘老板 咱之前不是说好了先花15块钱一斤吗 怎么改成10块一斤了 我们连本都收不回来呀 哎呀呀 少给我卖残啊 你们种个花能要多少钱 现在外面花价一直都在跌 我能给你们10块钱一斤啊 已经非常不错了 你们要不卖啊 外面有的人追着我卖 一句话 10块一斤啊 不卖了 不卖啊 你们就等着花烂地里吧 我走了啊 刘老板 再商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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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了吧 这太亏了 这花就10块钱 10块钱我们不卖 哎 爸 谁啊 这有你说话的地儿吗 谁不改名做不更新 你爷爷是爷 这么好看的花 10块钱一斤借卖给你 你可真是脱骨子上吊 你要 哟 我当是谁在这狗叫呢 原来是被王室扔出来的那条狗啊 怎么着 从天堂到地狱的感觉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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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劝你 不要多管闲事 你已经不是王室的太子爷了 在这个地方 老头算算 我王小五做事还是要你来教 我就不会给自己扔退了 喂 龙叔 龙叔 胖个忙呗 难道是那个党管黑白 到底是什么人 从现在开始 这里 我说了 到底是什么人 从现在开始 这里 我说了 你们别乱拿 既然你们这么厉害 到时候这些花全部烂在地里 我看你们去哪哭 哎呀五个 幸亏你早有准备 要不然还真让那个刘八皮给得逞了 你把刘八老板 我们的花卖给谁呀 哎呀 行了行了别说了 呃你们放心吧 你们的花 我一定给你们卖出去 走走走 你们的花 老板商量商量吧 我们的花质量真的很好的 你看 不要不要 别再来了 没想到真被这刘八皮收拆 你家运你才够的 绰合的 吃饱餐 走跟我到警局去 哎 等一下 我是真的忘记带钱了 要不然 我把这个木头送给你 当着饭钱吧 老骗子 走跟我走 哎哎哎 老板多少钱 我帮大爷付了 董事长还没找到吗 没 没有 那你俩还愣着干嘛 快去走 小伙子 你人挺好的嘞 我把这个木头送给你 当作谢礼吧 还这么臭 全身上下最新的 竟然是这个木头 啊 不用了 不用了 哟 这是准备认输了 竟然和个臭老头子在这浪费时间 哎呦 这是哪家的狗在这乱费啊 王小五 别准备 我看过几天找不到新的事 你还能不能这么紧 哎呦 大爷你没事吧 臭老头 我一边吹吧 我带你回家 好了大爷 我们洗手去吃饭吧 直播卖货 直播是什么了 那行吗 赚不赚钱 你们就等着看吧 欢迎宝宝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来直播间购买的都是我们鲜花村的干花工艺品 而我们的干花工艺品呢 都是我们的鲜花村自己制造 哎呀五个 这根本就不行嘛 一上午的时间根本就没几个人 要不我们再试试吧 好 再来 来粉丝宝宝们可以继续看一下我们的直播间 我们直播间的花朵呢都是我们的村民自然烘干的 与制作而成的 哎 五个五个你看看 直播间突然做了好多粉丝啊 啊 这怎么回事 我我不知道 喂 亲长 周一然 喂 鸽子 帮我个忙 帮我推广一下产品 没问题 这么好的东西啊 那我先下单再买单 没问题 买了买了买了 买了买了 你什么人啊 怎么认识这么多赤鸣网 不可能 你们一定是造假的 不是 我说你 苏董事长 终于找到您了 苏董事长 是的 这回就是我们盛业集团的苏董事长 一个小小收购手 有点点权利 就微非做的 护下去 把他的厂子收了 并逐出讲本事 去 苏董事长饶命啊 哦 对了 读出去之前 你得陪陪我的木 一克一万 你得算算 你得陪多少 不是大爷 什么木头一克一万 骑南木 走 好好 我没有 王小五你也别下好锅了 喂大头 喂五哥快回来吧 就等你一个人清楚了 好好好 我知道 马上 嗯嗯嗯 啊 啊 是你 恭喜儿子 你通过了我设下的事件 终于长大了 所以说 那张DM报告是你假做的 一切都是你设的机会来保险我 嗯 没过 没有病啊 你这个 不老公 臭小子 怎么跟你爸说话的 啊 啊 放回来 先让我 真是玩意 主管 今朝的实习生到了 听说今天新入职的实习生里 有一个是王董事长的儿子 只要把他拿下 那我就是总裁服了 大家好 我是亲爱的同事 王小五 很高兴与大家一起共事 相信我一件事 但是还有伤 他就是我 那他肯定就是董事长的孩子了 阿伟 庆祝你今天第一天上班 下班后我们去团建吧 就去治疗 哦妈咖啡团建费每人一千 你不用啊 哦好好好 团建费一千你吃习啊 我吃新买的就敢这么嚣张 谁借你的胆子啊 哎呦 胆子还能借 你借过 哦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啊你 喂大头最近花卖的怎么样 五哥现在村里的花 都是在网上售卖 销售量可好了 你啥时候回来看来呢 嗯等过段时间吧 阿伟我们去吃饭吧 但是我 合同还没整理完呢 这事交给他就行了 不是 为什么他的事让我来做 我是主管 我爱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好阿伟你走吧 哦好 啊对了 别忘了给各国准备礼物啊 当然 嗨 you more born neen negan sex ex ex 主管 呃那个你要的这个合同呢 那个上面的资金啊 你放的 今天我填啊你出去吧 哦好 哎小子 我操 也可以去看看呀 那我们谈合同 哈 成交金额一个亿 你们是让我们公司破产吗 啊 你先出去吧 你这怎么做事的呀 这种严急错误也犯 不是啊 这是你 像你这种员工 真是怎么招进来的呀 张总放心 我马上来开除 真是严王可以告诉 我的范围 阿伟啊 他说我这都开除了吗 他有什么资格开除 就凭他是王董事长的儿子 当然有资格开除你 他 他 他说我这都开除了吗 阿伯 阿伯 我不是王董事长的儿子 哎呀 你少骗我了 我知道你是故意低调 不想让人知道 但是我都已经知道了 你就没必要再隐瞒了 阿伯 我没骗你 我真不是 你真不是啊 嗯 那 那是 是他 你利用直选欺压员工 颠倒四分黑白 我们王师不需要你这样做 你别开除了 哎 阿伯 完了 都完了 阿伯 你别担心 还有我呢 滚 我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我发现 大公司不是很适合 还是来花田村 我们振兴家业 那王董事长能同意吗 臭老头子我不走了 别来吵 反正我也不够 原来我再酷咖啡 要沉迷转眼的面 没有一个人煮咖啡 请落地的大远自己 我大面飞 有点冰淡 韩世 还真是你 没想到你离开我混成这个样 小王总 这是谁呀 长大还不赖吗 是啊 小王总 豪华可真多 你只要是什么 你怕什么 你怕什么 放开我 小事还五年也能问我 大坏蛋 不准你欺负我妈妈 你有小孩了 他今年他今年四歲了 離開你之後 就結婚了怎麼 難道你對我餘親未了 可惜你已經沒有結婚了 哎一個人帶孩子挺辛苦的 不然我這場賣月薪三萬 比你在這給人端酒好 送你的喜歡嗎 王總這裏有份文件 親愛呢 你怎麼長了個黃臉婆當秘書啊 喂不是文件要找我簽字嗎 這就是你工作的態度 怎麼 這就受不了了 王總 你想多了 年金剛把這些文件都整理出來 等一下啊 我要和小五勾搭配婚禁 我們 快結婚了 快說你必須要答應我 這輩子除了王家我誰也不嫁 好 我答應你我這輩子 除了王下我誰也不嫁 你早點回去休息吧 可是資料資料明天可以做 還有公司可以帶孩子來 乖請給別玩啊嗯 對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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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不長眼啊 不好意思我陪給你 我這可是義大利收集是專門店做的 還得到嗎 你別想好過快啊你想羞辱我可以 萬別當著我孩子的面 這裡是職場誰讓你帶孩子來的 我帶孩子是王總臨時 那你猜我剛才對你這樣 是不是王總收了一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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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回事 如果你是想羞辱我的話 恭喜你你成功了 哎 小五哥哥 當年可是他先拋棄你的 你怎麼還去找他啊 你只不過是我花錢過來 擺記住好自己的位置 又是你大壞蛋 就是你媽媽媽媽搞哭的 果貴已經是五歲小朋友了 不會讓你再傷害媽媽了 你說你幾歲 我今天五歲 氣瘤 不是 她今天四歲了 Miriam 我不行能吃 你 airflow 你不 DR. 是 我们这一届同学里面啊 还救赎小五混的最好 年纪轻轻的啊 就是世界500强的高管 是啊 我记得大四年年 小五好像换了个人似的 转到飞起 兄弟 你那时候怎么了 没什么 就 想明白了一些事情 在学校好好读书啊 家情况不好 你只能靠你自己 知道了嘛 你就别管我了 认识了一届同学 小五 小五还没吃饭吧 一起去吃西餐 西餐 西餐挺贵的吧 没事我请看走 走走走走 上网去啊 上课了马上 哎呦 这都上大学了 还上什么课呀 到处期末考试超变的 不就好了吗 对呀 走走走走 好吧 哎 兄弟 我今天约的妹子去酒吧 多不准放钩子啊 必须去啊 我就不去了吧 我最还没写完了 明天还要叫 哎 你怎么这么扫兴啊 这波作业哪有喝酒重要啊 还是不是不可以玩 哎 你看看你这学习挂了多少课了 再这样下去还想不想毕业了 你出去吧 开开去吧 走 不好意思 不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 破公司不去也罢 哎 你们工作找的怎么样了 我家里给我安排工作 我家里人安排我出过留学 那一刻我才明白母亲的话 人和人之间是不一样 他们都有依靠 而我只能靠自自己 我不想伤名于你 小镇坐在家也能靠自己路里 登上高峰 小五打游戏去 谢谢老师 小五啊 你最近看起来怎么有点疲惫 最近熬夜刷题 电动的没电了 没顾得上刮 面试是关键时刻 可不能掉脸子 去买一个手动T恤刀吧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 好嘞 不错啊 收拾的很精神 面试加油 加油 欢迎一下 想什么呢 来 拍合照了 我下班了吗 你那群学生要是知道 他们老师是个赛车手 可不得崇拜死你啊 今天小叛徒请大家喝奶茶 都给我点最贵的啊 上次请你们唱歌已经没钱了 没钱 没钱你找老师要啊 你不是最喜欢当老师的走狗了吗 你们这是勉强啊 帅哥 我们可是同学 他说好请客的对吗 清北大学的老师我倒是认识几个 你们哪个是的 大哥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你自己问问他做了什么吧 走 同学 谢谢哥哥 我先走了 你又被欺负了 是你 你是老师啊 发生这种事你应该跟家长和老师说呀 不要都是我的错 董事宁考试 快给我 喂 帮我穿一下 快 老师他们作弊 呀 这不是老师的走狗啊 二班的大叛徒啊 都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当叛徒的 你没有错 你在这件事里得到了完整的教育 我甚至要恭喜你 你在这件事上举报同学作弊 是学校教育你要做好人做好事 而全班同学孤立你 是社会的规则告诉你 无论做什么样的人 都要付出代价 你知道明朝的海瑞吗 他是有名的警官 对啊 他清正联名一辈子 说后人世代警仰 但在当时的官场上 他是被唾弃的意 你觉得他有错吗 如果你不想待在你们班呢 我们班随时欢迎你 听说你要转班 放心 我们还是会去找你玩的 去把咱们班同学的东西搬出来 走吧 回去上课了 喂 你们就不怕他背叛你们吗 我都不信 哎我今天开法力回去啊 能不能扔到了吗 帖子嘛 看看小猪哥的法拉利 帅不帅 帅不帅 兄弟们 看 那竟然有台山寨车 山寨车 奥迪A6图个银尔装S6 明明买不起高端车又想装超跑 有没有哪个老铁刷个火箭 小猪哥替你们去叫醒他一下 感谢我佳琴 我冲了 你不解释一下吗 你这车一看就是山寨车 像你这种开盗版车出来的 是要挨骂的知不知道 我开什么车和你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 我可是说车博主 我有责任整改车圈风气 谁要放开我 没事吧 别人开什么车关你什么事 用盗版就该背骂 穷鬼就别买车 不要来玷污我们高贵的超跑圈 我在安手车市场买来干部的 不知道是买S6 原来是败经没败道 你这种虚荣的女人更恶心 你作为一个主播 这样发别人的东西 不怕被告 我好怕怕呀 我可是拥有十万粉丝的说车大博主 小猪哥 再说了 我是一个开法拉利的 刚刚一个开道完车就道歉 我真联王哪哥呀 是不是啊姐子们 你才法律啊 废话 我车就在这 真巧 如果那车 是我 兄弟 难怪你帮他 真是装逼装到一家去了 说谎都不打草稿的 那如果真是 小猪哥 真是你 我就直接跪地上叫你三生爷爷 要不是 你 和这女的 必须全网跟我道歉 好 我等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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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说车博主 我 我有 何人真敢折旋風險 那如果真是 兄弟真是 我就直接跪地上叫你三生爺爺 要不是 和正義的 必須全網跟我道歉 好 我得歉 怎麼拿這麼多花樣子 大哥 你這裝風賣傻的能力啊 真是一流呢 直播間八百個粉絲看著呢 你也不嫌丟人 趕緊給我道歉啊 喂老台 你幫我看一下我的鑰匙 你記得嗎 行 哎 你不用鑰匙你不見了 行 請來一趟我的公司 我知道我的鑰匙 孩子就跟我也吃吧 你倆趕緊給我道歉 忽然這事沒完 帥哥 謝謝你啊 我知道你是想幫我 但是 這玩笑確實開大了 我們趕緊道歉離開了 還是這個小美女懂事 你看看 你確定這真是你的嗎 廢話 那你把行鑰匙鑽拿出來給我看一下 你誰啊 你說給你看就看 行鑰匙鑽在車的中控盒裡面 如果上面是你的名字 我馬上道歉 定期在送你 真 不過他怎麼這麼置信 我給他看看 看看怎麼損益 行 行啊 我沒這麼閒 我走了 好 這車不會是你偷的吧 你放開我 你能住 誰懷疑誰女症 你個騙子 我代表小豬的粉絲教訓你 哦 哦 你是這雙 老實還挺別的 女醫生 他剛剛看的 只要你一個人割嗎 當然不是了 還有他們呢 忍著點啊 開始了 好 哎小老 來來 給你介紹一下 這是我媽 阿姨好 這是我姐 不是嗎 你們認識啊 這兩天在我們哥哥的這場 哎那又沒事 只有不是我姐哥就行 就是我哥哥 不行 我們兩個連手都沒有牽破 不是我姐 不是我姐 我也不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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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我 我 我 啊 哎 不一樣 我看到你什麼情況 沒事沒事 我一直聽他做每天就可以了 沒事 來來來 你不要給我上 聽沒有什麼好訓的 不管是 放手 我不是一定要去北京 我叫離開你啊 今天啊 是你生日 想吃什麼呀 隨便點 一個糖醋排骨 然後一個玉米松人 吃什麼糖醋排骨 美音 來個紅燒魚 媽 我不吃魚的 從今天開始你就得吃 吃魚對技力好 小孩挑什麼食啊 再來個水煮魚吧 來來來快 吃熱吃啊 憑什麼給我支援 誰法利好啊 誰是我們的支援 我討欲我當地球呢 我是你媽 我先供你上學 憑什麼就不能做決定 再說了 我這也是為你好啊 學法利將來好周夜 你懂不懂啊 媽 我想一直 我覺得體系那也不是很適合我 我朋友在北京有個工作事 我想去去 你腦子有病吧你 你這工作多好啊 別人羨慕還羨慕不來呢 就你這樣還想去北京 也不掂量自己幾斤幾兩 我跟你說啊 你不要試看試試 我就從這跳去 站在你面前 媽 我不是嗎 憶正 還真不可能呢 是不是最近工作壓力太大了 什麼壓力太大了 別人講了就沒事 就他毛病多 我看的是心理數字太長 我跟你說啊 你現在就給我去上班 我怎麼就生了你 這個沒用 我三十多天沒有好好睡覺了 我再不走我絕對要瘋掉 我還做的這一些都是為了你啊 沒有你自己嗎 我不喜歡吃魚 你逼著我吃魚 我想學新聞 你逼著我學法律 我想成為一瓶記者 看每個子能被關在辦公室裡面 處理一段沒問題的文件 你只憑自己的想法 決定我的人生 根本就沒在乎我 我想學什麼 什麼事都成了我的事了 還要做到什麼費上 才能讓你滿意啊 我這也是為你好啊 怎麼就吃 什麼東西啊 你更想到你了 小吳 我為什麼呢 我這也是為了你 我不是有本意 我不是有本意 你